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当三菱总议院院长 52岁当国防学院院长 到59岁当台北荣民总议院院长 我在每一个阶段当院长的时候 我知道这是上天给我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当到那个单位的长 你很多事情做不到 因为他没有办法 那个主观就是决定了一切 我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一亩田 你就不可能种出稻税 那我觉得要作为一个领导者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你如何地把这个田铺出来 那么后面的人自然有非常多的人才 可以在这个田上面发挥他的所长 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领导者的事情 就是要选择正确的人 很多人在选择人的时候 受到太多的局限 包括说跟我是不是很亲 是不是有某一种的利益的交换 我利用了这个人以后 会不会对我有什么帮助 但是我的选人很简单 就是正直清廉能干 如果你帮一个单位选择了一个正确的人 他就可以让这个单位领导他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正确的领导人 你就可以带领这个团队往正向去走 那如果你用了一个不正确的人 那这个人就会把这个团体整个带掉 所以我经常检视我用的人 我发现到都还不错 就是基本上他可以继续把这个传统带掉 那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用错了一个人 你看你可以看到说 那个世界跟那个故事是整个偏移的 完全不正确 狮子走到羊群里面 就是看你是要把羊群变成狮子 还是你要把狮子变成羊 所以这个是一个道理 但是能够像我有这么破例的人不多 哈哈哈哈 燕大你们有什么想补充分享 蛤 有没有想补充分享 没有补充分享 哈哈哈哈 谢谢感谢燕大人 谢谢谢谢 谢谢